对于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那么中国在南沙群岛开展和平建设活动 包括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 是维护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需要 当然也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享有的当然的权利 那么有关的部署不针对任何国家 我想无心侵犯者无需担忧害怕 移动式的刚才已经有一艘辽宁宁号 马上第二艘山东号也快有了 接下来据我所了解 2030年之前应该会有六艘 其中有两艘核子昂母 主币郊在这里 永楚郊在这里 美积郊在这里 大概是这样 逼尺的距离大概100公里到200公里 所以你可以想见 刚才我们讲的三个岛围城的一个三角形 中间基本上是重叠的 根本进不来的 他说我现在已经认为 中国完全可以不需要 在跟美国产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 实质有效的控制了南海 时光世界七平天下 我们关心过去几周 也关注未来一年 欢迎收看时评大台阶 观众朋友 太平洋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 已经很久很久了 什么是太平洋的世纪之变 怎么看太平洋的沧海双田 中美的世纪全球大博弈 时间上是世纪的概念 而空间上是全球的概念 但在目前的开始阶段 双方的较力主要集中在西太平洋 怎么观察中美在西太平洋的河海之争 美国如何来看待和面对中国在南海的 吹沙田岛活动 吹沙田岛又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听过战斗航母群吗 没错 中国除了有航母战斗群 还可以有战斗航母群 怎么回事 视频大家请关注 天下的财经 首先 时光世界 好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条媒体的消息 根据美国全球广播公司CNBC 引述美国情报人士的话说 中国已经在南沙群岛当中的 永鼠胶 珠币胶 还有美激胶 部署了有航母杀手支撑的 鹰机12B反舰导弹 以及红旗9B地对空导弹系统 没错 那么CNBC还引述情报单位评估说 中国在过去30天内 已经把导弹分别运到这三个人工岛 那么将位于这些岛礁周围 三四百公里之内的海空目标 都置于威胁之中 相当于是控制了南海的重要航向 那么石原生 对这则新闻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做评论的时候 首先要看看这条消息 本身的正确程度是怎么样 刚才您提到美国的媒体叫CNBC 我们都知道 这家媒体的公信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他说他引述的是 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些资料 所以我们相信这条消息 应该可 正确性应该没有什么太值得怀疑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对于这样一条报道新闻 这个有关方面 特别是中国跟美国政府 到底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回应 那目前两个的官方 有给出特别的回应吗 咱们先看看中国方面 中国官方应该 最正式的回应应该是外交部了 那几天正好是 这个外交部发言叫华春莹 他针对这个问题的问题的时候 他似乎没有否认 但是他的说法比较有趣 我记得他应该是这么说的 他说中国现在在南沙群岛展开了一些和平的建设的行动 包括部署了一些防御性的军事的一些设施 这都是基于中国自己本身在国防安全 跟这个主权上的一个需要 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利 所以中国这些做法并不针对任何的其他的国家 任何人或者国家如果没有侵犯的意图 你完全可以不需要担心 所以他希望各方面对这件事情 应该用客观或者比较冷静的态度来看待 所以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表态相当于是间接正式了 那美国方面有什么表态 美国方面我们看看 应该是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也是看非常代表官方的 就国防部 国防部发言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问题的时候 他的答复很有趣 他说我们不针对任何是属于情报资料的 这些问题的回答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间接的不否认 是吗 对 在我印象当中啊 这个美国不是一直对中国在南海的相关的活动 或者建设非常的敏感 动不动出来一个航行自由来反向中国的活动吗 你讲的没错 稍微留意一下整个形势发展的一些朋友们 应该都会回想到 中国在南海的这种吹沙填倒的行动呢 应该是开始于几年前 也就是习近平上任之后没有多久 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从2013年年底开始 然后经过了2014 2015到2016年 大概前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 就把七个礁 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填成了七个岛 我觉得这个工程呢 堪称是人的历史上空前绝后的 而且不能说绝后 至少是空前的 我们过去印象中要填个岛 或者填个路 基本上印象就是移山填海 对 你把很多土方挪下来 然后再填到海里面 可是你想想中国南沙离中国的本土 海南起码1000多公里了 那你怎么要把土方运过去 一传传运过去 那不是天到河林河月日 但中国现在有一招很厉害的 这个中国那个有一个叫做造导神器 什么 叫天津号 这个天津号呢 那个功夫可不一般 他呢严格的说 他是经过四个步骤 首先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脚的一个工具 他可以深入到海底 大概三百三十公尺到五十公尺水深 就在那个深度 就任何的胶岩 任何的什么什么东西 再印东西 像绞肉一样把它绞碎 绞碎了以后呢 第二步就把它吸 用那个管 很大力量把它吸 吸来了以后 然后就吹 一吹就可以吹到六公里之外 一吹就可以吹到六公里之外 六千公尺之外 然后把它吹 吹了以后 那边就出来一个岛 我们过去在新闻媒体上 看到中国这个 动作的时候 就叫吹沙田岛 严格的说 它是四个步骤 叫交溪吹田 四个 所以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面 就从六个礁变成六个岛 那么现在面积最大的 已经超过五平方公里 合起来六个岛 差不多超过十平方公里 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像你刚讲的 美国呢 是一开始可能也没稍微注意 后来发现不对 你在干什么呢 于是他发现中国不对了 于是他就 不时的就公布这些相关的讯息 一下子说 这是最近拍的卫星图片 一下子过几个月再拍一次 然后指着中国 你是非法的 你应该这么做 不可以这么做 他抗议 但中国不理 中国继续在做 闷声的在做 于是他说不行 我要挑战你 我来个自由航行 我根本不承认 那个东西是你的 所以我就在你门口经过 中国说我也不理 美国后来说不行 我要再找其他的人来帮我 租政 然后他找到很多国家 一起来自由航行 那么有的国家当然也不敢 也没这个能力 比方越南跟菲律宾 后来也没动 连日本都没动 真正后来跟着美国 起来的就是澳大利亚 英国跟法国 而且动了以后呢 也没得到中国好脸色 所以这个过程 就是你刚刚说讲的 在一个过程里面 他不断的抗议抗议抗议 一直到今天 中国还是不理 抗议家行动到今天 那为什么这一次 反而选择了冷静处理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 他觉得没用嘛 如果这次再进抗议的话 被别人看起来就是 你抗议半天有屁用啊 你还不是这样 所以他哎呀 不能再给大家一种 我无可奈何的感觉 所以这次干脆 官方来讲他就不动了 所以美国是真的就 避而不谈熟视无睹了吗 那当然不是 官方他就不回应了 但是实际上 属于接近官方的 他很关心这个事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美国有个CSIS 就是一个智库 专门搞战略的 他里面有一位 南海问题的专家叫波林 波林他最近 就针对这件事情 他表态了 他说这是中国第一次 在南沙群岛 部署这些导弹 以他所了解的中国呢 去年已经在地方 造各种导弹的掩体了 所以他心里面 已经有所准备了 而且去年 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 他已经开始部署导弹了 在南沙今年是第一次 所以 这个严格亚之意就是 他一切都已经知道了 也知道一定会往进去发展 而他认为这是中国 在这个地方南沙 实际上掌控 海空控制权的第一步 所以就是他预料之中的事情 在美国 没错 那么同样是CSIS 另外研究员叫格莱伊 是一位女士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中国正在以自己的 时间的顺序 或者时间表 或者节奏 来做中国想要做的事情 那中国想要做的事情 具体是什么呢 严格的说一句话 实质控制整个南海的海域 跟空域 那个最近特朗普 已经提名了一位 美国太平洋司令 是一位海津上将 叫Davidson 我觉得他讲的话 最专业最到位 他说中国以他观察 目前在南海南沙群岛的 前进军事基地 基本上完成了 中国会以这些基地来挑战 美国在这个地区的 区域的存在 最后一句话 最值得重视 他说我现在已经认为 中国完全可以 不需要在跟美国 产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 实质有效的控制了南海 最后这句话 好像别有深意 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从表面上看起来 你说他的潜台词 就是说在这个之前 你如果要真的控制的话 你可能免不了 跟我来冲突 逻辑上是这样 你不那么简单 就可以控制 但是现在的情况 已经让Davidson就发现到 中国已经完全 解放军已经完全不需要 跟我美国产生军事冲突 的情况下 就实质控制了这么一个区 这我就想到 一个围棋的概念 假设这边有个大围棋盘 我们把这个围棋盘 叫做太平洋大棋盘 也就是太平洋 就在这围棋盘的大中央 比如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就在棋盘的右手边 中国就在围棋盘的左手边 然后南中国海 就在这个围棋盘的左下方 也就是围棋盘的左下角 围棋有四个角 四个边 然后中间 那左下角就是南中国海 用围棋的术语来讲 美国是黑子 中国是白子 刚才Davidson所讲的话 就是中国已经在这个地区里面 完全可以不跟我产生任何冲突 冲撞的情况下 它控制南海 用围棋盘的那样 中国的白子已经把这地方做活了 做活了 做活了 用围棋盘的那样 已经做出两个火眼了 你黑子再也进不来了 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从你刚刚介绍的 就是美国的专家 还有海军上将的这些话来看 美国是相当的担心 关注中国在南海的一系列工程 那怎么从这个军事的角度去解 去理解美国的担心 去关注 是 军事角度 我觉得又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是军事技术的角度 第二个是战术部署的角度 第三个是战略层次 博弈的角度 咱们先看军事技术的角度 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新闻话题的两个主角 两种导弹 一个是反舰 一个是防空 你刚刚讲的反舰导弹是印机12B 防空导弹是红旗9B 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两款导弹 后面加上B的 都是这两款导弹里面最新的 最棒的一种形态了 这个印机就是反舰 就是我在这边有个岛 在这个岛的范围 范围四周围 任何的军人进来 我要打你 那所以它的射程很重要 它射程是300到500公里 为什么有两个概念 因为这种导弹 原本从空中发射的时候 射的距离比较远 可以射500公里 可是从陆地上发射的话 射程大概只有400公里 所以我们就假定是400公里 以这个岛为核心 400公里范围之内 我就可以打 你军舰就不要轻易进来 那么说打的速度呢 打速度也很重要 打出去的速度 群航速度 它的因素是两个马赫 两倍因素 但是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我两倍因素 快到你边边的时候 我就加速了 就最后突围的末端的 制导那时候是四倍因素 所以一般在军事方面都了解 超过三倍因素 要去防就很难防了 而且更重要点 这个导弹 即便在受到严重的电子干扰的情况下 还可以有绝对的把握 达到100公里之外的目标 而且误差只有1.5米 所以保守来看的话 这个就是英机12B 能够防400公里 海域 海域 那这个红旗9B呢 那就是空域 空域的它的射程是200公里 那么然后它的射的速度也非常快 是4倍因素 4个马赫 所以一般来讲也很难防的 所以这两种导弹 一部署在这几个岛的周边 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防卫圈了 所以从您这个介绍来看 就是任何比如说空中来的目标 200公里以内 海上来的目标400公里以内 差不多都在这个威胁之中 没错 这就是我们想到一个 无瑕小说里面概念 叫做铁步山金钟罩 对不对 铁步山金钟罩 就是一个人练武功练得很大 哗哗哗一耍 在它的周边就形成了一个 无形的刀枪步入的保护圈 那么现在这个两种导弹 一来这个我们南沙群岛 这个几个岛 基本上每一个岛周围空间 海域都有一个铁步山金钟罩了 您说的是一个岛就这样 如果三个岛都这样的话 就厉害了 那就更厉害了 你讲的没错 你仔细再看看这个地图上 这个三个岛 B尺间距离大约在 100公里到200公里 所以你讲三个岛是 三角形的 主臂礁在这里 永属礁在这里 美极礁在这里 大概是这样 B尺的距离 大概100公里到200公里 所以你可以想到 刚才我们讲的 三个岛围成的一个三角形 中间基本上是重叠的 根本进不来的 因为它不超过200公里 OK 然后还没玩 在这三个岛 还有往外 对不对 这边又可以海域400公里 400公里 这边400公里 所以这个就基本上 往外又延伸了400公里 400公里 所以它的直径 大概就1000公里了 所以这三个岛围成一个 直径1000公里的 这么一个大的范围 那我为什么要把 这个数字概念这么讲呢 就是你再回去 再看看这个地图 我们南中国海 这个优质型 对不对 九段线或者十一段线 这概念嘛 那这个是南北是比较长的 就从巴士海峡以下 一直到马来西亚那一段 差不多有2000公里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从越南到 这个菲律宾市 相对比较窄的 也就差不多1000公里范围 所以你把这个空间 刚才那个东西 一填进去 这一填就有一个概念了 要别人要通过 就不太容易了 何况还不只是 这三个岛 应该严格的说 还有西北的西沙群岛 刚才那个美国专家 不提到西沙群岛的 永兴岛去年就开始部署了 以我了解 西沙群岛部署的 还不只是永兴 还有别的岛 所以那里面又是一个区域 那边一个区域 南沙群岛这边一个区域 整个南中国海域就这么大 这两块东西这么一填 那就基本上 任何国家想要随便随便进来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所以这就是相当于一个三角联防 是吧 对 三角联防 甚至于四角联防 所以有四个基地了 咱们在海南 至少是这样说吗 四个基地或四个导战基地 我觉得还是比较保守的说法 用我的说法来讲 是四个航空母舰在那了 这怎么又成了航空母舰了呢 对 那为什么四个基地 又变成四个航空母舰群了呢 稍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好 欢迎回到七平天下 那么在刚刚呢 石研生把这个南海的几个岛屿 比喻成航母 这个如何解读呢 我们请石研生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了解 这个岛其实是具备了一艘航母 所谓战斗群的所有必备的条件 我们一般讲航母战斗群 比方说美国有些航母战斗群 它是以航母为核心的 但航母一艘进舰 是绝对不能打仗的 它很容易被别人攻击的 所以航母要能够真正运作 是要靠一个群的 这个群是什么概念 航母本身要有很多舰载机 它从上面飞机 飞机这个战斗机要出来 反潜机要出来 这个电子侦察机 或者预警机 它变成一个整个系统 来保卫这个航母 或者攻击别人 好 光这个还不够 它还有带刀侍卫 就是航母在这边走的时候 旁边有人过来的话 它也有人挡住 这叫护卫舰 或者是驱逐舰 这护卫舰跟驱逐舰 主要的目的是三个 一个防空的 对付对方来的飞机 第二是反舰的 对方军舰过来 我要对付你 第三是反潜的 潜水艇我来对付你 所以这些带刀护卫 就扮演这个角色 还没玩 就是航母 除了航母之外 舰载机 这个护卫舰驱逐舰之外 还有自己的潜艇 用潜艇来对付别人 一样所以这个都变成一个 完整的航母战斗群 现在回到刚才那个岛 你说这个岛 岛上面有跑道 这个跑道比航母的 跑道还要更长 所以更多种类的飞机 都可以在那边起飞的 完了 这个岛一定有码头 对不对 这个码头一定可以停泊 很多驱逐舰跟相关的护卫舰 当然也可以有潜艇码头 所以这个东西也就具备了 所以它具备了一般航母战斗群 所需要的完全一模一样的条件 除了它是固定的以外 其他都一样 所以听起来这个航母战斗群 除了有移动式的 还有固定式的 对 咱们中国现在移动式的 刚才讲已经有一艘 辽宁号 马上第二艘 山东号也快有了 接下来据我所了解 2030年之前应该会有六艘 其中有两艘 核子航母 但这是未来的发展是这样 那这是第一个层面 就是军事科技 那第二个层面 这个战术的部署 怎么来着 所谓战术的部署呢 就回过头来 从航母战斗群转一转 就变成了航母战斗群 这个词呢 这个我估计一般人没听过的 这我们今天杜撰的 那什么叫做航母战斗群呢 就回到刚才我们讲三个岛 还有西沙群岛四个岛 单独的看每一个岛 都是一个航母战斗群 同不同意 但是它三个岛是固定的 四个岛是固定的 三个岛变成三角形 四个岛就变成平行四边形 它就变成了一个航母战斗群 四个航母战斗群 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战斗航母群 它是翻灰 非常大 这是中国独有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太平洋 那岂不是就非常的 这个在这面海上 在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那也非常有威力了 对 它现在最时髦的话 叫做有中国特色的 但是这个海 美国一直觉得 大西洋太平洋 都是它的地方呀 是 所以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接下来就讲 什么战略层次的概念了 是吧 所谓战略层次的概念呢 就是中国现在 为什么要在南海 或者这个在东海这些地方 有这些巨大的这个 针对美国的一股力量 我们常讲美国是介入 那中国呢是反介入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用反介入 来对付美国的介入呢 这就是刚才你讲的 所谓的河海之争 什么叫做河 什么叫海 简单的说 太平洋的过去 你倒退个两三百年 没有任何人在这地方 有势力范围 是不是 那美国现在在这地方 控制了整个太平洋 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在19世纪之前 美国呢实际上很不愿意 古巴 不是那个 这个西班牙在他的南方 还有这么大势力盘旋在那边 所以他下定决心 打西班牙 1898年打了一个美西战争 西班牙打败了 西班牙打败了以后代价就是什么 古巴独立了 然后割让了波罗尼克跟关岛 同时也把菲律宾2000万美元给卖了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大气盘摆在中间 太平洋大气盘的话 美国这么一下 一下子就不但控制了大气盘的右边 而把大气盘的左边的靠下面的关岛 跟菲律宾也控制了 菲律宾不服气 结果美国又打菲律宾 1898年把菲律宾给控制了 由于到二战之后才让它独立 没完 美国在1903年的时候 还说服这个诱惑这个巴勒马 从这个哥伦比亚里面独立出来 然后打招成一条巴勒马运河 打通了美国最重要的战略通道 就把大气盘跟太平洋打通了 所以整个大气盘的右边 美国控制得很好 这还没完 在1893年的时候 夏威夷在太平洋中间 本来是一个亡国 跟美国不相干的 它产生了震动到 美国出兵把它给控制了 一直到二战之后 就变成美国的第50周了 也还没完 再接下来这二战 二战日本打败了 在日本打败之前 曾经在西班牙控制了很多岛 包括什么塞班岛 中毒岛什么的 那这个岛 台湾得还给中国 这些岛中国本来不是中国的 那后来怎么样 美国说 好我们联合过来托管 联合托管就啥控制 帮我塞班岛 他就控制了 这岛他又控制了 大棋盘里面 他又控制很多 还没完 1949年 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 美国说 我们要防堵共产主义 继续从亚洲扩散出来 所以美国就跟 整个亚洲边缘的 韩国啊 日本啊 这个什么 这个台湾地区 菲律宾 分别签订了所谓 军事防御条约 所以美国的力量 一直到西太平洋了 你看大棋盘 美国控制的差不多了 然后1867年 不要忘 美国还从糊里糊涂的 俄罗斯那边花了200万美元 把阿拉斯加给买下来了 所以大棋盘又上方 美国又控制了 也还没完 1945年 二战结束之后 因为跟英国关系很好 所以跟美国关系很好 有三个国协 这个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加拿大 这个地方也跟美国 跟着美国走 所以你看这个大棋盘 就是整个太平洋 基本上美国全都控制了 明白吧 这就叫内海 美国控制内海 但美国控制内海 一直到中国的门口 一直到黄海 东海 台海 南海 这个中国当中不是忍受 所以中国现在 等到有力量 没力量的时候 你在门口耀扬 为我只好忍气吞声 最多来给你撞一下鸡 2001年的时候 但我现在力量大了 我要发展反介入能力 来征服 对付你的介入能力 这就是反介入来对付 介入 要把美国的力量 从第一岛链 从西太阳 然后排出去 中国目的是 打造成门口的一个护城河 所以我说是河海之争 是这个意思 原来是这样的 那中国的这个反介入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手段就跟我们 刚刚讲的有关了 精彩内容 广告之后见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上一节的实验生通过回顾历史 跟我们讲了中美之间的 河海之争 也谈到了中国现在努力 通过反介入手段 把美国赶出第一岛链 那谁延伸具体 中国有哪些反介入手段 主要的是两大类 首先呢 我们谈到的是导弹 这个导弹 我们都知道 有各种不同的发射的方式 有一种是路上发射的 按机 有一种空中发射的 有一种是舰艇发射的 还有一种是潜艇发射的 这四种基本上中国都在发展 而且都相当不错了 那么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 针对对象当然是两种 一种是移动中的 对方的舰艇 包括对方的航母 就反航母手段 第二个是 对方没有动的那些基地 在第一岛链 包括日本或者关岛的基地 要构成一些威胁 那么再具体导弹的型号 大家很清楚 东风21D 东风26 这些都是属于 或者是空射型的巡航导弹 都是属于这种手段 第二个就是航母 这航母我刚讲的 中国有两种 一种是移动式航母 中国现在有一艘 马上有第二艘 将来可能还有第三第四等 第二个就是 我们刚讲的 中国特殊的航母战斗群 之外还有战斗航母群 用这些方式来构成一个 反介入的强大的力量 实际上这么多年 中国努力的发展反介入手段 主要就是为了守护这个护城河吗 倒也不是 其他另外还有两种 另外的考虑 就是护城河本身方面的 我觉得也有不同的含义 这个护城河我们刚刚谈到的 就是把黄海 东海 台海 变成一个中国的护城海 第二个南海也是护城河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就南海我们国际知道 有所谓九段线 它是虚的 是你自认为是属于我的 但是没有人 愿意承认 甚至上你自己 没有足够的能力去 让这个九段线变成 是属于你自己的势力范围 那我们刚刚讲的护城海 包括刚才讲的航母战斗群 或者战斗航母群 主要就是让这个九段线划虚为实 变成中国最坚固的南疆 那另外两个呢 另外两个呢 就是好 我们再谈到 中国为什么要努力的去发展 这个反介入手段 特别是包括南海 我们这么好好的经营 跟台湾问题的解决有关系 这个中央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台湾问题 是不能够缺少的这一块的 必须要解决的 当然最优先的方式 就是和平统一 这和平统一呢 就是希望台湾能够谈判 但台湾万一抗拒谈判 那于是就可能会 不排除采取一个手段 就是采取封锁的方式 这个封锁呢 就是让台湾的经济方面 遭遇到比较大的压力跟困难 但是如果采取对台湾的封锁 也不排除美国或日本 或者其他外国势力介入可能性 所以如果中国要采取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或者采取这个封锁方式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解放军的势力 在别人可能会干预的时候 在台湾的周边 形成一股反介入能力 这就包括台湾的北边 在台湾的东边 乃至于台湾的南边 包括南海 因为外国势力介入 一定是从这三个方面进来的 不是从台湾海峡 所以刚才讲的 南中国海这一部分 跟怎么最终处理和平 统一台湾问题 是有非常重大的军事关系的 您刚说有三层的目的 一个是护城河 一个是台湾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整个太平洋有关了 世纪太平洋究竟要怎么变化呢 跟这个有关 我们在接下来评说新语再聊聊 好 欢迎回来 上一节的时间上 跟我们谈到了中国反介入手段 一共有三个目的 谈到了前两个 那最后一个是和大太平洋有关的 没错 我们前面开头就是提到 太平洋的世纪之变 或者太平洋的沧海商田 我们回过过去刚讲 人类地球46亿年 46亿年距离现在的100多年前 整个太平洋都没变过 就是一个无主之洋 可是照我刚才的说法 大概从19世纪下来 到现在为止100多年的时间 美国成了太平洋的唯一的主人 或者唯一的霸主 这个呢 中国来讲不合适嘛 你怎么在我家门口 所以中国现在用反介入能力 把美国的力量 首先从第一岛链往外面推 但是第一岛链离中国实在太近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会以 把你的力量 仅仅推出第一岛链为乙族 可能下一步还是希望 你再慢慢推出第二岛链 就关到以外去 因为这个离太平洋中间还很远了 你再退一点 没事嘛 对不对 我的意思呢 这个太平洋那么大 对不对 理论上来讲 应该由太平洋的东岸的大国 跟西岸的大国 东岸大国是美国 西岸大国是中国 一起来共同管理 维持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秩序 这是我认为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 我就想了一句话 1979年当时改开放 一开始中国有一艘导弹驱逐舰下水了 邓小平登上这艘军舰 拿起望远镜 急目远眺 然后嘴巴里讲的一句话 在太平洋中国人要有发言权 我心里面想 他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时宾大神希望你喜欢 时机宾 杨叔 王峰 祝你一周快乐 拜拜 拜拜 拜拜